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人物传的影片 将会来说说咒术回战可爱的吉祥物熊猫 它究竟是动物还是玩偶 以及为什么能够说人话还能使用咒力呢 在影片的最后我也会来解说 它与父亲也有正道的感人故事哦 那影片涉及剧透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我就来说说熊猫的本体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自称自己是熊猫还能够说话呢 事实上这必须说到创造熊猫的一级咒术师耶尔正道 它的术是傀儡超数 能够透过对自己所做出的玩偶输入咒力 便能成为听命于自己的咒骸 不过这并不会使咒骸拥有自我意识 并且咒力消耗完后咒骸便会变回一般的玩偶 所以拥有自我意识并且自行恢复咒力的熊猫 就被称为突然变异咒骸 它从小就跟着如同父亲的耶尔修炼后 不仅有着强大的力量 甚至能用咒力浮出诅咒 就成为了准二级的咒术师 就连创造者耶尔也不明白为什么熊猫如此的特别 不过事实上漫画已经说明耶尔正道是如何创造出熊猫 我在影片的后半段也会来跟大家解说 接着就来聊聊熊猫这个角色的性格 虽然它有着不是人类的外表 但却是这部作品当中最富有情感的角色 就当珍惜一针见血的指责 遗古忧太的懦弱个性时 熊猫则是第一个跳出来阻止 甚至还代替珍惜对遗古道歉 在之后更是向遗古说明 狗卷无法正常说话的原因 希望他们好好的相处 当然善于观察的熊猫也注意到了 珍惜在于遗古锻炼体能与武术的过程当中 感觉意外的温柔与开心 于是他就担任积极撮合班队的爱神丘比特 另外要说熊猫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当同伴与后辈陷入危险时 他总是会在关键时刻登场 就当夏尤杰入侵高专的那一刻 他冲破围墙与建筑 笔直抵达了敌人的所在地 以及升上二年级后与京都的交流赛前一刻 扶黑会被东堂打的遍体鳞伤 熊猫除了英雄式的出现保护同伴 更能展现能力大无穷的体能 那副熊猫可爱的模样 加上温柔、善解人意的性格 就是为什么熊猫让人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不过事实上熊猫说自己是熊猫 但他不是真正的熊猫 因为受伤时就能看见他里面的绒毛 他最讨厌的食物是竹叶 但相反的他非常喜欢收集熊猫的商品 假如当他遇上讨厌的事 他就会说自己是熊猫 听不懂人话来当作借口 尽管他只是主角 虎杖幽人高专时的配角 不过总是在演出的场合 制造许多的笑料 甚至可以说是 南瓜了整部作品一半的笑点 其实熊猫就是作者借鉴老师 为了让整部作品更加的有趣 而动手绘制出 这个不可或缺的可爱角色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熊猫的话 咒术回战就像少了灵魂一样 大大丧失了许多欢乐与可爱的部分 就当东京与京都交流赛的当下 他被机械玩暗中偷袭 射穿了身体 在这一刻也公开了 咒骸唯一的弱点 那就是破坏咒力的核心 否则咒骸就算失去手脚 也依旧不会倒下 因为熊猫并不会使用任何的术士 所以这里我就来盘点熊猫拥有的能力 第一就是从小开始锻炼出的拳法与力量 另外因为是玩偶的咒骸 并不会感受到疼痛 更能发挥身体100%的力量 第二个能力就是 一般咒术师都会使用的咒力 对于能够自己生成咒力的变异咒骸 它可以像咒术师一样 使用咒力来攻击与防御 就当机械玩透过咒力 转换成热能的大浮炮 熊猫为了保护在射程范围的丁奇 直接用咒力包覆身体 并且全部挡下 第三种能力就是熊猫 内在有三个咒力核心 分别代表着能使用大猩猩能力的哥哥 以及刚开始就被打倒害羞的姐姐 最后就是能力最平衡的自己 事实上能够控制身体的只有熊猫 尽管咒骸体内有着哥哥与姐姐的核心 但他们并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身体 机械玩与熊猫其实有着共通点 那就是拥有与平常人不一样的外貌 机械玩是由羽性及所使用的傀儡超速 所控制的咒骸 他真正的身体有与珍惜完全相反的田与咒服 出生时便四肢残缺 皮肤脆弱到无时无刻都需要浸泡在咬语当中 得到的却是惊人的咒力量 他其实厌恶着这副残破不堪的身体 恨不得用全部的咒力来交换健全的身体 这是熊猫说的 我们一样都是咒骸就好好相处吧 这句话激怒了超重机械玩的羽性及 再加上熊猫那副坦然接受自己身体缺陷的自信 以及能够在阳光下走路的模样 让羽性及嫉妒到抱持杀死熊猫的觉悟 使出全力的三重大浮泡 这时熊猫却化成了大猩猩的形态 利用最强的身体素质直接挡下 接着立刻使用机阵掌来还击 这个招式有着强力的攻击并且含有咒力 即便被敌人正面防御 也能对体内造成伤害 是完全无法防御的招式 不过这个大猩猩模式同时也拥有着缺点 那就是非常消耗咒力 尽管机械玩不断尝试攻击 甚至攻击咒力最浓厚的核心 但是却正中熊猫的下怀 它早已将身体内的咒力凝聚 未装成核心 完全克制了对咒骸辽络之长的羽性及 就当熊猫给予最后一集粉碎了机械玩后 最让人佩服的就是熊猫感同身受的胸怀 尽管与性急不断贬低着熊猫只是一个玩偶 不过熊猫却表达着 我们都有着无法与正常人一样的身体 不过这不能成为拒绝他人余千里之外的理由 接纳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因为真正重视自己的人 不会批评你的外貌 最后熊猫留下了一句 下次至少让我去探望你吧 就帅气的转身离开 在之后的剧情 熊猫的戏份并没有太多 所以我就直接带到 色谷事变中五条物被封印之后 关于熊猫与叶而正道的重要故事 咒术高层想趁机除掉 强大到影响咒术界平衡的五条 就借此机会将五条与下游杰视为同伙 这让叶而正道失去了强大的后盾 高层也同时利用叶而能制造出 许多有意识的独立咒骸 换断为能组织咒率军队为由 而下令无限期的拘捕 虽然叶而对高层说 不知道如何制造 有自我意识的咒骸 但其实他早就创造出 许多如同熊猫一样的存在 并且将它们藏在隐秘的结界当中 这些拥有自我意识的咒骸 其实它们有着一般人类的情感 总是在等着如同父亲的叶而回家 日下部的妹妹失去了孩子 便魂不守舍如同空壳 直到见到了狗狗模样的咒骸 看着这个网偶说出了 自己孩子的口头禅 我很天才吧 这一刻跨越生死的重逢 尽管叶而说 只是有着孩子情报的咒骸 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不想人们 将所有的思念依赖在咒骸身上 是一个非常替咒骸 与人类着想的暖心人物 就当叶而被咒术师娱乐岩寺 逼着说出亦变咒骸的制造方式 但他却敌死不从 被攻击到濒临死亡 我个人认为叶而这个人物 本来就是一个面额心善的人 他把熊猫与咒骸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做出高层大可以直接宣判死刑 但他们却不断逼问 制造咒骸的方式 可见高层们完全就是要占据 这个制造军队的力量 这就是不愿意见到咒骸被利用的叶而 选择守口如瓶的原因 直到叶而临死之前 才向乐岩寺说出 有自我意识的咒骸 就是将三个不同灵魂的核心 放入咒骸当中 让彼此互相适应后 三个月的时间便能产生意识与咒力 他在断气之时将这个秘密说出的理由 除了是将这个技术带入坟墓当中 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对于乐岩寺的诅咒 这时慌张赶来的熊猫 见到自己过世的父亲与杀人凶手 这时他却不是选择复仇 因为熊猫明白乐岩寺只是服从命令 只是无法自己做决定的一枚棋子 但他想要乐岩寺明白 自己因为是熊猫 所以不会像人类一样 任由情绪驱使自己复仇 不过熊猫也是会哭的 这个令人悲伤的剧情 也才让我们知道 熊猫确实是由某一个人类的灵魂 而形成的咒骸 三个灵魂也代表着咒力的核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熊猫有三种模式的原因 许多读者都在猜测 熊猫会不会是夜娥的孩子 因为过世之后才被夜娥 将灵魂放进熊猫的玩偶当中 这个想法我觉得很有可能 而且也非常的感人 虽然之后咒术悔战的剧情 几乎都是一集与特辑的战斗 如同神仙打架 熊猫出场的机会感觉少之又少 不过我还是非常期待 它之后出现的画面 最后我会继续制作 大家留言想看的人物专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咒